这边 野兵营 你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啊 太远了吧 野兵营那么远的野兵营啊 其实我跟你说 在星期一时代有一个选手非常强 但是他很偏科 他很偏科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一个人组 我估计你不知道 但是你好像跟他交过手 谁 不是你没跟他直接交手 但是你打的有个比赛 那个IEST他来过 叫SHEES SHEIS 你应该不知道 这个人组选手你应该不知道 好像有点印象 不是Light 不是Light 叫SHEES 这个选手在星期一时代非常偏科 他的TVP跟TVT就是一坨屎 职业战绩 大概是一剩几十负的这种战绩 但是TVZ猛如虎 这个人的TVZ 他妈的没输过 8-0职业赛 职业赛 8-0还是7-0 然后关键是 他还打败过如日中天的IPX2 那个时候IPX2不怎么输的时候 都输给过他 关键是我还看过他的第一视角 我都觉得好强啊 这个人的TVZ 他这个战术是 一个野权战术啊 这个人真的很强啊 这个人偏科偏得很严重的 他战队联赛 如果上去让他抓Z的话 他肯定很猛 直接拼一枪了 野导弹车 这个有点太拼了吧 还托农民拼一枪 他这个是要 一波打死你这种节奏 对啊 有感觉 两个电池啊 可以啊 这波弹没有哨兵 为B打都打得过 电池还没好 招中了招中了 直接点点你这个电子就好了 招中了招中 这硬队啊 那么凶啊 这农民拖得很及时啊 他关系他硬队 应该退退应该 退退的话 你先把那个 他可能觉得退了 没事也吧 好 新的导弹车到了 新的两个导弹车 凶了 哎 这个红血都往后拉 他要去换 换一个导弹车 换一个导弹车 漂亮漂亮漂亮 上面还有一个那个 第二个先制 这已经很难打进去了 拖农民真的拖得非常及时 或者拖这个农民的话 我估计刚才已经死了 这个导弹车其实威力挺大的 但是现在有电池之后可以 还是可以挡一会儿了 还有先制 先制没停过 对 对 这 这个 要 现在 因为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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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奇怪了,我操,干嘛,没有没有没有,你先说着,你先说着, 这局面怎么弄,打这件话肯定不行的,对于现在Q人来说很被动,他没有出兵建筑,就只有那个导弹车那个VF,哎呦,这两个先知死了就有点麻烦了, 先知不仅是可以作为一个攻击的一个单位,也可以作为侦察的一个单位,怎么感觉Q人输了,我告诉你,刚才那波,如果先知不掉的话,是稳输,稳输吧,现在还有机会,最后一枪了,他先知出去了,还有两个先知,那还好, 那我觉得基本也是,Q人输了,看电池,电池先回去,回口血,你三个导弹车,干嘛了,家里面,糟重了,糟重了,哎,天爹,有颗雷,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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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刚才,看到那个线出来的时候,还以为有颗雷, 你妈躺着雷出去了,这个时候,主要家里面被戳穿了,戳成这样子,还搞毛啊,现在的先知已经是,戳三下才死一个农民,所以说戳的,没有钱某, 以前已经戳的妈妈都不认识了,好吗,对, Q人也已经乱了,这个局面已经不用打了,清本的二挂开得太顺利了,一点压力都没有 哎呦,哎呦,哎呦,这局面不用打了,这个局面不用打了,门都出不了了, 哎,清本为什么线上赛那么猛,线下为什么就那么惨, 我跟你说,他心理素质肯定很差,真的, 而且我明天感觉他应该还是练的,废话,他天梯7000分之前,他怎么可能不练吗, 其实我也满的,满的理解清本,因为对于他来说,就很多的星际职业选手都是,我除了星际我什么都,都不会这样,很多人都这样, 我记得以前,你知不记得那个16年那一次吗,那个REST吗, 当时不是请了,16年吗,06年,那个请了Yellow和那个谁瑞曲,然后我就,就当时Yellow在我心目中就是神嘛, 对吧,暴风重组,然后我就很想了解他平常干嘛嘛,除了星际的,然后他跟我们找了,我找了个韩国翻译嘛,一起聊聊天吧大家,然后Yellow在,然后问他们平常就除了打星际还干嘛,对吧,他们说我除了打星际什么都不干,我只会打星际的他们来说,就很简单的, 所以他选手呀,就生活会不会枯燥,对吧,他回了一句说,因为我星际我能从星际上赚到钱,就很简单的这个回答, 那我们有选手呀,你能够转播的这件事情,好来了,看立场啊这里,吃一轮就可以直接打击击了,先打运输街一个,两个运输街,漂亮,好了,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不要走了,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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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击,击击,击击击击净,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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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知道这个名号吗 我找到那个 职业战绩了 在CASPA认可的比赛里面 他的TVP 3胜7负 TVT9胜12负 TVZ8胜0负 猛猛猛 然后他赢了两次 结冻赢了一次他哥 都是在战队远赛上面 有点强啊 这个还是 这个还是有点实力的 然后他的TVT 你妈惨不忍睹 我看他TVT一共打了21场 他以前也是那个STX战队的 他的TV 这是什么TVP TVP赢了一次4U 赢了一次腐山 赢了一次Kingdom 然后他妈就然后就被 各种乱干 然后他的TVT 就赢了一下Boxer 赢了Sky High Canada Nada 花生 Senate Concho Good Friend 还可以啊 我靠 Kish Iris 你妈的 他赢了蛮多人了 他打的人猪全是一线人猪啊 那个什么 花生 什么Iris 这两个人很强 对啊 这妈的还可以啊 这个 就这个 就这哥们 这哥们 STX的叫朴振旭 7VZ战绩 8胜0负 然后也赢过两次截动战队联赛 妈的截动还Tag Luxury 也被他干过的 叽叽又也很重要 那个时候 好了 我们看这场比赛了 清本队Q 这个他妈太他妈偏科了 这个 那没办法 每个选手都是这样子的 你要做到三个族都 都对抗很强 然后比赛又发挥到出来 这种就天之交子跟你说过了 那倒是 很难的好吗 看第二盘啊 我就跟你们说这种竞技体育 其实 结账了结账了 对对对 忘记结账了 我去结吧 我结我结我结 索拉赢了 竞技体育 其实我告诉大家 竞技体育很残酷的 真的从 能够拿到冠军的人 真是万里挑一的人 哪个体育不是吗 都一样 就是呀 结账了 结账了 一会决赛再来 再来 再来一次 今天 今天 索拉状态有点好 他一路 过关斩战 索拉功夫 被财拿了冠军 好吗 2比0 邦尼 2比1 这个 把本 2比0 Zest 2比0 Claud 昨天 昨天 你妈的 他还 4比3 赢了 吕布 索拉最近 领悟了九阳神功之后 变强了呀 对 不是 他是这样的 他本来就很粗 他本来就是那种 内力很强的人 然后找到 让他一个更粗的办法 就内力又上了一层 虽然粗还是很粗 他以前只会这种 武当长拳这种 就一拳过去 然后就 不 他其实就是 我已经知道 索拉是哪个人物了 他其实就是 尤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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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技巧的 你觉得像不像 就是他妈内力很强 但是实力 实力感觉也就是 尤坦之这个实力 问题是 尤坦之 说了比尤坦之要帅 也没见 帅到哪里去 尤坦之 没毁容 之前说不定也挺帅的 真的 你不觉得他就是 不就是尤坦之吗 有点像 但是 内力很强 尤坦之还可以 说实话 尤坦之在天龙八部里面 也算是个高手了 也算是个顶级高手 哪里算顶级的吗 你不能 你妈的丁春秋 是不是都算顶级的吗 丁春秋不算顶级的呀 二线选手 二线选手 你要说一流也行吧 就顶尖的那几个 肯定不是 顶尖的几个 扫地生 肖远山 还有那个慕容 慕容石 对吧 对啊 慕容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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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慕容傅差不多 我估计 尤坦之 慕容伯对不对吗 这都六个了 七个了 这都 然后还有谁吗 逍遥子啊 你妈天山同老 你妈李秋水 你这些不算呢 这这这些还是有点实力的 你妈随便拖十个 就把尤坦之干了 好不 我一直觉得这个慕容傅 简直是搞笑的 慕容傅 慕容傅多把打不过尤坦之 我也觉得打不过尤坦之 尤坦之至少 他的这个比较 还是有点名探 不是 他就念了个易经经 对啊 至少还有点名探 但慕容傅这种感觉 虽然武功很多 但是真的要用的时候 感觉有点花拳袖腿的味道 两仙之戳一戳 家里面也看光了 知道你两传兵的 也不像两传兵 这个是真盾啊 真盾 对 真盾一波 慕容傅连 丁中秋 他普段一个斗转心仪 在我印象里面比较深 他还会什么 不不不斗转心仪也不是很厉害 只是能接降龙十八掌 对我就说吧 就童一戳心仪给我感觉很 有点牛逼 还会什么 你告诉我 有很多呀 就他里面 他其实他们慕容世家的 这个武学就 都很厉害呀 你还记得 那个慕容伯后来不是 用那个招式打乔峰吗 打得有来有回的 这怎么 只是慕容傅太菜了 那也是 只是慕容傅太菜了 断正纯绝必打不过 绝必打不过那个油毯值好吗 你们说断正纯 断延庆还可以有一战之力 断正纯就算了 断延庆还是有点实力的 还可以啊断延庆 断延庆还有点实力的 就等你出门 然后就出进去 但问题是 你这波正面有点挡不住啊 好了可以动了 Q Q这波正面有点厚 三冠肯定掉了 三冠不要了 他把你家里面打穿 你不就完了吗 家里面戳了个 哎呀 应该是把这个戳了 盾牌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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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个也没听进去啊 他出巨像的 三冠肯定掉了 也就掉了 怎么样嘛 这个整个的大局上来说 我觉得 还在亲门手里 已经那个 已经优势很大了 还在亲门手里 这个大局 他出巨像的 三冠肯定掉了 就掉了 巨像这个东西 是很克 很克那个 轻甲的枪兵的 好了 直接一波了 让你打过 这波自弹 自弹射成刀 你没盾牌啊 没盾牌就 哎 家里面换家 没事没事没事 刷点兵刷点兵 刷点兵 没问题 没问题 他强行戳就好了 没有啊 这被卡位置了 哎 搞笑了 正面A上去啊 正面 来个巨像 来个巨像 换家了 家里面没了 家里面没了 我估计QR要换家了 这波正面可以刷兵的 没了 家里面有巨像 怎么都守得住 对 离场 哎呦 装了 跑了 已经开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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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正可以刷兵的 我看着 对 第一章才开始 我也可以踩 踩立场的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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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你换家换不动 亲本那么猛啊 什么盾牌还没好 这盾牌又被打了 那就看一会看亲本打梭了呗 正面有个巨像在 问题不大 对 所以正面随便刷点兵就好了 拆好了呀 拆了我回城 哎 他出不去了 这个正面举角 没事 没事 也无所谓 正面你反正打不过 待会打完 你这波农民 我可以回城的 对 多个框呀 再怎么样都多个框 家里面守住了 结束了 2比0 那最后开一盘吗 苏拉对那个 苏拉对清本 播五的比赛 对 你猜30分钟 这个这个难猜了 有什么难猜的 无脑压苏拉 我重新审核一下弄错了 苏拉对清本啊 苏拉练成九阳神功了 但清本的 清本打这个也很厉害 你不要增加悬念 没有悬念 3比0 你相信我 好 30分钟 走 差一起来啊 不要 好